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留在香港的原因是 我们答应了一些素未谋面没见过的人 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是书信来往 但我们从来没见过他们 答应了他们有一天会来见我们 如果要选一样食是糖食才好吃的 我一定会选西餐 因为外卖无论怎样做热块扒都会差点 今天带大家来到元朗一间西式私房菜 大家可以望扒子壳 威宁顿牛柳最重要的是酥皮 酥皮我们都是自己去处理的 又会有一层菇 亦有一个Palmerham 菇那里其实用了四种不同的菇 我们切碎了它 我不会用机弄的 因为用机会太过碎了 我喜欢用手切 切完之后就炒它 炒大概四十五分钟松一点 它就会较干身 之后就可以包成一个威宁顿 整个过程如果由切菇开始到包起 大约两三个小时做一条 牛威宁顿平时都会吃开 所以我们更加会安排了一个羊给大家 因为羊平时外面少吃到 羊那里就是会用一只羊仔的羊柳去做 所以它是比较乱的 但是因为是羊仔的关系 它的羊味就没有那么酥 所以其实不喜欢吃羊的朋友 都可以试一下 至于Dry Age 我们是用了一个 SRF 高标的Dry Age 日子是由12月15日到现在 所以今天已经有七十多天了 说了这么久Dry Age 其实Dry Age 即是光色熟成 即是把汤座的牛切到一大份 放置在恒温或恒湿的冷藏素城塞里面 外层的肉和表皮会慢慢风干 硬化而形成保护膜 令入面的水分不会散 而且可以保持鲜暖 亦都令水分更容易滑入肉里面 增加肉的甜度和多汁性 听到都juicy 然后最后的塔塔 就是用了四只西班牙的红虾 四只北海道带子 然后加了一只来自澳洲的Scampi 但你们是西式私房菜 和普通西餐厅有什么分别 私房菜方面 可以因应客人的预算和喜好 帮他们安排食物 其实香港人大部份都选择了雜食 所以做的时候就要细心点 我们要问清楚有什么吃和不吃 甚至会有什么食物敏感 我们都会问 会很烦点 不过其实也是会吃得开心点 我开这个西式房菜之前 就做了不同的生意 最主要为什么会开呢 原因是因为 当然之前的生意就失败了 然后就破产了 然后就没了钱 还有因为之前的生意 都是要靠人去做的 所以就觉得 认为是不如靠自己相手 还会做得开心点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什么令我开这间餐厅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最擅长的 煮东西吃 除了吹嘴之外 都是煮东西吃的 人没有什么擅长就只开餐厅 只敢开私房菜 餐厅也不敢 这几个月 我们在餐厅的生意 确实是跟之前是差很远的 我们可以是开工至收工 都是只有一个客人 一张单 虽然我们本身 这桌子也不多 但是未试过这么惨 可能一个星期 只有四个外卖 都会做 试过的 不考虑暂停营月的原因 因为我没有工作 因为真的喜欢煮食 有时接到客人的外卖叫 或者上来吃午餐 我都会尽量安排 因为真的煮食是开心的 会有个价格 有时开炉 灯油火链 为了客人吃些很简单的东西 就会浪费 但是就没办法 要满足客人 其实老板表面上说 没有工作 实际上都是想客人 在这段这么艰难的时候 吃到好吃的食物 但是说起这段这么艰难的时候 老板娘偏偏在这两天做了这个决定 昨天我们谈了合约租药 那我们就 你问我 为什么不阻止他续租 因为现在这样的环境 但我就想问你 为什么我要阻止他续租呢 因为这是我们做了七年来的心血 我不可以让他因为这个疫情去破坏了 我有问过他 我们做到多少岁 你煮到多少岁 你今年42岁 他又跟我说 我做到80岁 我都会做 因为煮要吃 每天都要煮 每天都要吃 所以我们这份工作 都会继续做下去 其实跟客人做了一个朋友 做了一个关系之后 其实你不会这么容易放下 谢谢 对香港有什么期望 都是观望态度 因为其实我们香港人都很聪明 能够逆境自强 我们是不会输的 加油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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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